作为神父的Gorleone family 我希望我们在那里有平衡 我希望我们在那里有很多平衡 骷髅哥今晚将给出无法拒绝的理由 讲述关于一位年轻人的故事 带有目的性的招聘会 在一栋公司大楼里 男人没有带任何简历 单单靠着一副硬汉形象 就想投入广告宣传行业 杰奎林好奇他是否知道 自己需要找什么样的人 听到这番别样的话 他反而激起兴趣 这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或许能起到一些奇效 巴里顺利入职公司 并得到参与会议的机会 老板迫不及待谈起业务 弗兰克放下牌子聊起项目 他们一直负责维持公司的巧克力形象 以确保整体的高端感 他设计了新的巧克力包装 相信更加符合现代时尚 巴里忍不住打断介绍 虽然他刚来没多久 但这个设计就是一坨 根本就没有购买的欲望 弗兰克脸色异常难看 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一个新人反驳老人的设计 老板认可了这番话 的确需要重新设计一下 弗兰克气得进办公室理论 自己从没这么难看过 随即让杰奎林解雇那货 他并没有正面回应 承诺会及时处理问题 弗兰克这才愿意转身离开 巴里将一切看在眼里 紧接着走进了办公室 杰奎林忍不住笑出声 他一直很讨厌弗兰克 却又离不开这些无聊的设计 巴里刚好能将其替代 他希望能在明天早上 看到对方证明自身的才华 巴里自信满满地硬下 随后杨庄走到一楼下班 实则确认身后没人 禁止往消防楼梯走去 他警惕地呼喊对方名字 老头突然一惊一乍地出现 好奇是否得到了工作 这是计划最关键的一步 既然他已经打入内部 老头终于可以开始报复 杰奎林偷走了他的职位 导致沦落到这种地步 巴里的任务就是杀了他 但他不用亲自动手 随即介绍手里的芯片 只要点击启动按钮 声波就能渗入潜意识里 然后接受暗示的力量 比如一个特别的广告 巴里只想拿到暗杀为款 老头一把将他揪住 提醒两人之间的约定 巴里除了害怕回到监狱外 最害怕的就是老鼠 只见他轻轻点击按钮 腿上突然出现几只老鼠 他吓得不停拍打正脱 还想着把裤子脱下来 直到老头关闭按钮 那些老鼠又从眼前消失 这只不过是暗示 给某人的脑中植入想法 或者突然渴望某种事物 巴里惊叹确实神奇 到了第二天早上 他带着几幅画到办公室 在点击按钮后 两人控制不住吃起巧克力 在切换下一幅画后 他们不由自主喝起汽水 甚至会争相涂抹口红 直到点击按钮关闭 弗兰克才摆脱暗示 愤怒他到底干了什么 杰奎林却笑得很开心 连线老板展示成果 此时大街上开始试验 众人看过牌子后 纷纷想要品尝巧克力 老板赞叹实在神奇 嘴里不停嚼着巧克力 还想给巴里吃点 他却直接一口拒绝 随后回到地下室汇报 疑惑自己为什么没受到影响 通过强化已有的事物 他们就能进入下一步 巴里已经获取足够的信任 借着装置的神奇作用 成功接替弗兰克负责的项目 他顿时不敢置信 急忙说起自己的资历 怎么能在巴里手下工作 但杰奎林并非要降职 而是将他解雇开除 可他动手向来果断 命令弗兰克马上走人 丝毫不在乎往日勤奋 巴里连忙关上大门 提议应该庆祝一下 毕竟自己成了心负责人 杰奎林以为要外出 巴里直接把他拉了回来 当即要在会议室友好交流 手指却偷偷接通电话 声音传到弗兰克的电话 怒火彻底抑制不住 接着拿起桌上的小刀 此时杰奎林满足地走进办公室 弗兰克开始缓缓逼近 看着手里的小刀 他还是下不去手 随即转身离开了公司 巴里顿感大势不妙 这货竟然不敢下手 他连忙推开办公室的门 杰奎林察觉不太对劲 对方脸色阴沉得可怕 手上还拿着小刀 巴里再也抑制不住杀意 紧接着猛地扑了过去 一声声惨叫在大楼回响 此时他回到地下室 老头以为弗兰克杀了杰奎林 巴里露出浑身是血的身体 他被装置影响杀了人 只有一种方法能脱罪 将谋杀家伙给老头 他最后已自杀结案 不料这时 漆黑的枪口将他瞄准 弗兰克反驳计划错了 巴里还是会被警方逮捕 他们才是最后的赢家 他终究得回到监狱去 巴里气得反身跑了出去 可门外已经围满警察 他只能躲进办公室 整个人无比崩溃 比起回到害怕的监狱 他更愿意自行了结生命 随即便纵身一跃 最终坠落到一辆车上 这时杰奎林 走过来关闭装置 见巴里生最后一口气 弗兰克开始答疑解惑 弗兰克解释 根本没有警察 那全都是他的幻觉 对于如此强效的装置 老头询问老板是否满意 他露出兴奋的笑容 让老头重新回归执掌项目 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中 巴里最终没了气息 所以,每个人都认识了 除了你 那就是我必须杀你 那就是我必须杀你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叫你 我 你不能忍受 哈哈哈哈